拉肠 兄弟们,早点好 拉肠估计没救了 救不了了 你现在是舒服,没人给你抢 你看我叫拉肠 睡在屎堆里面,多可怜 打那么多天的针 根本没有反应 已经是严重瘫痪了 就也救不活 就这样了 没办法 但是我们还必须借着给他喂水,喂料 不能让他饿死渴死 我就天天这样吃好你 哎 好吃吧 像你一个人吃 没人给你抢 你好好长 我希望你长多大,200斤 好不好,就200斤 现在多好 躺着吃 躺着睡 真的是跟猪一样去了 啊 吃得睡,睡得吃 这个腊肠 就让他自生自灭 每天我也监视给他喂水 喂料 看看他能活几天 很多兄弟们说这个猪腱会热 这猪腱其实是 一点都不热 四面通风 上面有隔热板 要比到铁壁棚还要凉快 真的 我们铁壁棚啊,真是热 这里面还凉快 喂鸭子 喂鸭子 喂鸭子拌点料 喂点药 虽然鸭子现在没什么大问题 我们预防一下 不预防的话 后期肯定会出问题的 这么热的天 这一早土都没来了 那边那边 要干嘛 就是因为热心才热 等下就等下更热 我知道你没吃四面白点 别人带过来 啥子对我这么好 意思就对你好 什么这啥子对你好了 那个感觉 烙虾不对啊,我这别人还这样 这早餐,这早餐喂鸭子 你这都不好吃 这个馅子,米粉馅子 你妈好吃 干嘛 我要放里面去 嗯 好肉 放回去,给狗吃 很多兄弟们说 这鸭子没有200只 我买过来是220只 最多死了 123只左右 你能死多少 但是去数的话 数不清 行,我数一下 看你们200只 我数不清了 是 这哪数得清啊 把顶子的鸭子到这边来哈 没有死过一只 没死过一只 我从来没看到过尸体 哇 鹅少了一只 但是我也没看到尸体 跑啊 本来是20只鹅的 现在还有19只 跑哪去了 要不死了 要不去哪去了 反正不知道哪去了 鸭子数不清啊 鸭子跑了 我把我把你的小白鸭杀了哈 那只白鸭子去年养的 那只白鸭子去年养的 不让我杀 到现在 养了一半一年半了 还在那里 等姑姑回来 我们就杀了给姑姑吃 不要 他留着干什么 留着干什么 大吃鸭腿 不养 不养 养啥时候去啊 一天倒几包啊 两包 今天两包 早上一包 下午一包 鸭子吃不完 给鱼吃 今天就给鱼吃 鸭子吃了 来吧 他不爱吃 这个草鱼吃得不愉乐 在母子里 再看一遍 这又顺手牵羊 摘了个桃子 我就摘一颗 总共才没几个 我也是 你今天这个桃子怎么这么少 人都不好意思摘着吃 其实不少 哪不少 就这根枝 跟那枝上面大一点 其他里面都小的 不知道啥原因 今年这棵桃子的桃子 奇怪的很 就这根枝的桃子大 那边的枝 桃子小 不知道啥原因 很多兄弟们说桃子要打枝 我打过哈 没涨真钱 我就打过 后面就没打了 我也不知道后面要不要打 现在打有来急 快熟了还来得及 这个冲天炮要干净没用 知道吧这个 吸收养分 把阳光都挡挡挡 这样打也没关系 估计也没救了 你看这边桃子 这边桃子你看 还没按团蛋打 对 但长得挺多的 不知道啥原因 搞不懂 这桃子其实挺好吃的 其实熟的比较晚 你看很多烂掉了 都烂掉了 这边肥皂 大小的小切 今天我们来到